欢迎收看本节目 对此 吴启丽也逐一驳斥传闻 吴启丽未婚生下小龙女后 母女与成龙都没有再联络 不过近日有传吴启丽是要争夺成龙家产 才把吴卓琳生下来 对此 吴启丽通过经纪人阿文陆世平表示 吴启丽根本没有这份心 如果她有这个念头的话 早在吴卓琳没满18岁以前 她就已经采取行动了 至于吴启丽被指她替女儿取名为吴卓琳 是吴启丽卓越林凤娇的意思 经纪人则反问 您会把自己的心思写在脸上去告诉别人吗 如果她真的要有这份心的话 也应该是悄悄地做 何必去昭告天下 而经纪人也透露 吴启丽当初是很喜欢一位领导人的夫人 采取了一个同音的名字 最后 经纪人不禁替吴启丽求饶 希望大家饶过她 求放过 不要再瞎写了 同时 阿文也提到 吴启丽过去的角色是母亲 现在她已完成任务 吴启丽又回到演员这个角色上 而吴启丽也在微博写下 一个人就一个人 用心演戏 用心工作 她与吴卓琳的母女关系 恐怕还是僵在那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